大家好,咱们接着学第四单元,先看标题,I use to be afraid of the dark,我过去害怕黑暗, I use the to be就是过去是什么样子,过去的状态, 这个I use the to do something,就是过去常常做某事,而现在不做的, 这个也是过去害怕黑暗,现在不怕了,I use the to be afraid of the dark, 意味着现在不怕黑暗了,是过去害怕黑暗, 这个I use the to do something,就是过去常常做某事,而现在不做的, 比如说,我过去经常跟路西去购物, 就可以说,I use the to go shopping with Lucy, 这就意味着,是过去经常跟路西去购物,现在不跟她一起去了, 是这个意思, 再比如说,莉莉过去住在乡下,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现在不在想象住了, 是过去住在想象, 一说到这个I use the to do something,咱们也应该说一下这个We use the to do something, 加上这个We, 就是被用来做某事, 这个常常大的并动词就是被用来做某事, 比如说, 钢笔是用来写字的, 就是,就可以说, The hand is used the to write, 啊,钢笔是用来写字的, 啊,这个刀子是用来切东西的, 就可以说, The hand is used the to cut, 刀子是被用来切东西的, 啊,就是这个, 这就是被用来做某事, 这个被用来做某事, 也可以改成, Be used the for doing, 这个节奏, 啊,可以改成, 这个, 啊,比如说钢笔是用来写字的, The hand is used the to write, 啊,你可以这么说, 刀子是被用来切东西的, The hand is used the to write, the hand is used the to write, for the hand is used the to write, 这个有双写的题, 再加Ing, 啊, 末,末尾的, 后边三个字母的顺势是, 福音字母, 元音字母, 福音字母, 后边这个福音字母就, 双写, 再加Ing, 另外, 末尾的记, 是有这种一个节奏, Be used the to do in something, 这个是习惯于做某事, 这习惯于做某事, 啊, 这用了动名词, 就是习惯于做什么, 比如说, 路西习惯六年龙起床, Lucy is, U字母, 初, 该请,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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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路西习惯于六年龙起床, 啊, 我们要记住, use the to do something, 还有, be used the to do something, 和be used the to doing something的区别, 记住这三个固定巨型的, 意义和区别, 也得如说, 有茶饭后 hommes来打入,